嗨 大家好 我又回來了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一個大家很有興趣做的東西 就是叫做Google 表單 對 OK 也就是所謂的什麼 也就是所謂的Google 問卷 大家聽到Google 問卷都覺得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所有時候都會講是Google 問卷 可是事實上在Google 雲端的一點裡面 它的一個正式的名稱是叫做Google 表單 OK 好 那如果各位老師還記得的話 我們就是要從這個建立這邊開始 那建立的話我們上次建立過的資料夾 建立過的文件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建立Google 表單 那這邊的話要先跟各位澄清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先說明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Google 表單因為它是用來收集資料的 簡單來講 就是說你有一個表單給人家填寫 填寫了之後的話你會得到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部分是收集在哪裡咧 就是資料的部分的話就是收集在所謂的試算表的部分 那你們說 什麼 那我難道還要再弄個試算表不成嗎 噢 不 Google 它非常非常的聰明的幫你把所有的東西都弄好 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說它叫做Google大神的原因 也就是說你每次弄一個表單的話呢 自然就會生出另外一個檔案叫做試算表 要不然不行的話我待會試試看 也就是說你每次創造一個表單的話呢 就買一送一它就會送一個試算表給你 而在那個試算表裡面 試算表還記得嗎 我們說它就是像Excel那樣的東西 那在這個試算表裡面的話呢 就會用來存你所收集到的所有的資料 OK 也就是說呢 表單是用來給人家填寫的 而試算表是用來匯整 用來收集你所有得到的資料的 OK 好 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來試試看吧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表單 那這個表單的話呢 根據大家的需求的話 好像可以來做一個測驗吧 對不對 好 不過呢 因為也有的老師呢 他是用這個表單來收集學生的基本資料 那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好了 因為這個用表單來收集學生的一個基本資料 特別是E-mail也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這個東西 好 那所以我們就從建立 然後呢 你就點選表單 好 點選表單的結果的話呢 你看他跟你講說 歡迎使用Google新版的表單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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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其實我們待會一步一步的都會來做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啊 我們就可以開始使用囉 OK 好 那現在呢 他就馬上就要你選擇所謂的標題跟主題 好 那標題的話呢 我們就呢 來這個寫一個 比如說 比如說你說這個 比如說你說這個 3幾嗎 比如說你說 101 比如說101班 基本資料 這樣子 OK 好 這個就是你的標題 好 那他要你選了一下主題 其實他主題就這麼多而已 變來變去還不就是這些 好 那你可以都不要 都不要的話就是這樣白白的 OK 好 但是你也可以稍微給他一點花樣 比如說我們就來一個這個氣球吧 好 那選好了這個生日氣球 好 那我們就生日氣球 OK 好 然後我們就按確定 好 確定呢 看起來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既然是基本資料的話呢 我們當然 這邊的話呢 他會先出現第一題 然後這邊是標題 標題我們填的嘛 101班基本資料 表單說明 表單說明的話 你可以寫也可以不寫 你要寫的話你就寫說 請各位同學 再下列 OK 或者是回答下列問題 答完 送出前請減 詳細減 查一次 確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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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服務 再按 提交 卸 卸 這樣 OK 好 我們可以把這個地方說明一下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既然是他們的基本資料的話呢 好 那我們就呢 可以規劃一下 在下面這些題目裡面 我們要問些什麼 好 好 那第一個的話呢 應該是要先問班級嘛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選一 第一題 或者是呢 你覺得題號不重要 你也可不要給題號 好 你就直接說呢 呃 請 OK 你的班級是 好 那這邊的話其實啊 因為班級啊 有時候你可能會需要用到這個 用班級來做一個排序 好 那每一個孩子寫出來的班級有時候呢 會有一點出入 好 那所以這樣子你的排序就會不好排 所以呢 通常來講的話我們這邊就會呢 把它限死 也就是說你會用選擇 好 選擇的話譬如說你有三個班 101 102 還有什麼 103 這樣子 OK 好 這樣子的話你就把它固定死了 因為要不然的話你不這樣子的話 有的小孩子寫101 有的小孩子寫一年一班 有的小孩子呢 你的那個一年一班啊 到底是國字還是阿拉伯數字 它都 每個人的規格不太一樣 所以呢 倒不如你就把它固定規定好 好 這樣子的話你比較不會有困擾 好 那這邊的話要注意到就是說 這個題目如果你認為是學生必填的請你呢 在這邊將這個問題設為必填 這邊請你把它勾起來 好 這樣子的話你這題就完成 好 那這樣的話學生就是能夠用點的啊 而且只能點一個因為它是單選 好 那接下來你就看到新增項目 這個也就叫你新增下一題 好 那你點下去之後的話你會發現其實 哇 可以新增很多東西耶 你看包括一片圖片 真是太厲害 以前不行的 現在都可以啊 OK 好 那我們下一題的話呢 應該是要它寫它的做號吧 對不對 對 或是你不要做號其實也無所謂 對 或是你不要做號其實也無所謂 譬如說你就要它的名字 好 那你就說呢 你的姓名是 這樣 單喊文字 單喊文字的話呢就是這樣子 單喊文字就是答案會寫在這裡 這樣 OK 好 那這邊的話當然在說明的地方你可以寫說 請勿使用錯 好 提醒一下 希望不要越提醒越糟糕啊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當然姓名也是必甜嘛 所以你要在這個 將這個問題設為必甜 所以你這邊也把它勾起來 完成 OK 好 接下來第三題的話 你就可以問他說 他的Email是什麼 好 那Email的話呢 也一樣是單喊文字喔 所以呢就寫說 你的電子 郵件 信 香 是 好 一樣是單喊文字 一樣是必甜 對不對 好 完成 好 OK 所以的話這個就是一個很基本的表單 OK 好 那當然呢 各位老師 您所要用的功能的話 可能還不只單喊文字跟單選按鈕 比如說多喊文字 多喊文字的話呢 就是好比說可以這樣寫一大段 好 比如說呢 你可以寫一下說 比如說在學期初的話 你可以問一下說 你對本學期課程的期望是這樣的 OK 多喊文字 那就讓他可以寫多一點 好 那如果你希望學生這個一定要打 你就把他設為必甜 如果你覺得呢 也許呢 他還呆呆的啊 OK 也許可能答不出來 那你也可以把他不要設成必甜 看你啦 你跟他講說 其實有時候你跟學生講說 你加減寫個幾個字 其實他是會寫的 所以你也給他 這樣他設為必甜 這樣 OK 好 接下來的話呢 還有一個比較會常常用到的是什麼 是核取方塊 核取方塊的話 其實就是所謂的多選啊 就是所謂的多選 好 那譬如說呢 我們這邊的話就來試試看用核取方塊 比如說你說呢 你希望加強強的能力是 OK 好 那英文的話呢 當然你說 聽 口 說 好 然後呢 嗯 這個 嗯 嗯 閱讀 好 然後呢 寫作 OK 好 這四樣 好 那這個的話 通常講會有的學生可能會夠一樣 有的學生可能會夠兩樣 有的學生說不定會把它夠四樣 好 那你就不用設定他一定幾樣一樣 反正這個就是所謂的什麼 好 這個就是所謂的多選 或者是你還可以新增個其他 不過其他的話 有時候就有點難控制 你也不知道他會寫什麼 好 那這個的話應該是畢田 好 那所以呢 就是再把各位畢田 然後就完成 OK 這樣子的話就是一個基本的問卷 好 那每一題的話 你只要把你的游標移到上面 就會變色 好 不只會變色啊 你看到它是不是出現了一個 十字形的東西啊 好 你看到出現這種十字形 然後有箭頭的東西 你去表示東西可以怎樣 表示東西可以移動 你說真的嗎 我跟你講是真的 OK 譬如說呢 你想把這個 你說你對本學期課程的期望 你想把它移到最後 那你就這樣移 欸 就跑到後面去吧 有沒有 OK 好但是啊 要提醒你的就是呢 你在這邊移的話呢 並不一定表示在試算表那邊會移 OK 它的順序可能會還是按照你原來的那個順序 但是你不用擔心 它還是會對到那個地方把資料送進去的 只是說呢 呃 它可能 欸有時候沒有那麼聰明 就是它沒有辦法跟著調位子 但是東西還是一樣照樣會進去 這個你不用擔心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個表單的一個完成 好 那如果你說 欸 為什麼剛才那個氣球啊 什麼沒看到呢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查看即時表單 查看即時表單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耶 有沒有 好 美麗的 你的第一個表單就出現啊 而且真的有氣球喔 OK 好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表單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就再回到這個編輯的檔案 好 那接受回應 當然它是可以接受回應 除非你如果壓按的話 變成不接受回應 呃 那表示關閉啊 你也可以關閉一個表單 譬如說 如果說呢 呃 你有設定一個期限 好 那現在他們還沒有那麼聰明到說 呃 可以讓你呢 呃 設定一個日期然後把它關起來 就是說你時間到了你得自己去把它關起來 好 或者是去把它打開這樣子 OK 好 那通常來講的話 選擇回應的目的地 你不用特別選 好 反正它自己呢 就會 呃 自己就會幫你設好 這樣子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表單喔 好 好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完成的表單 在哪裡呢 OK 好 那所以呢 你就看到這個101班基本資料 就在這裡啦 OK 不過它看起來還是要你選擇一下 我們就來選擇一下回應的目的地吧 好 選擇回應目的地 它跟你講說要你新增試算表 好 那這個就是剛才我們講的說 嗯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說呢 新增試算表 因為你要有一個試算表才能夠儲存怎麼樣 儲存資料嘛 好 剛才那些小朋友的email啦 班級啦 姓名啦 什麼的 好 那這邊它有個東西勾起來 一律建立新試算表 也就是表示你以後不用再做啦 好 OK 這個只要做第一次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玩 在這一個帳號 我是第一次玩這個東西 以後就不用了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答應它 新增試算表 建立 OK 好 那你有沒有看到 剛才這邊本來是選擇回應目的地 現在變成什麼 查看回應 也就是表示呢 你可以呢 進去那個試算表裡面去看囉 有沒有 那是不是看到這個啊 欸 好 這個先不要管它 如果倒來 好 那呢 這個就是 試算表上面就會列出來 如果你有10個學生進去填的話 這邊就會有10筆資料 好 如果你有20個學生就會有20筆資料 那前面會有一個時間戳記 時間戳記的話 其實它就是告訴你說 這一個資料是在哪一天的 哪一個時間點進來的 好 那有時候你如果要看一下時間點的話 這個還蠻重要的 OK 好 所以這個是一定會有的 然後 然後面就是你設的東西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可以來試試看停一下唄 好 那我們來看 查看即時表單 好 我們就來試試看停一下吧 你的問題是101 你的綽號是 你的姓名是 好 我還是隨便填一下阿如 好 你的 123 ABC 沒錯 隨便能寫 OK 你希望加強定義是 的 的 的 四個要 OK 好 然後這邊的話是 對本學期的希望 隨便給他寫 進步 再進步 好 老師最討厭聽到這種龍筒的話 好 不過呢 我現在沒時間 好 那所以呢 這樣填好了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給他寫 提交 OK 好 那提交的話就會寫說 收到您回覆 好 這樣 OK 好這樣我們就寫完啦 好 寫完了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回覆的內容 耶 你看生出來了有沒有 就有了第一筆的資料 那這個就是表單 基本的表單的一個製作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當然呢 表單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一個變化 好 OK 那那個變化包括我們說怎麼樣去分析 好 這個都要用到所謂的一個 呃 城市碼庫裡面的東西 那這個不是很困難 只要呢 按照他教你的來做就可以 好 不過我們基本的就先看到這 好 好 那老師就會說 老師就會問說 那我這個表單怎麼樣讓我的學生可以停啊 欸 那我們這邊看到有一個 這個可愛的藍色小按鈕 不是藍色小要玩 OK 是藍色小按鈕 叫做什麼 叫做傳送表單 欸 這個地方就是你要用 好 傳送表單你按下去的話 這邊會有一個共用連結 這個共用連結的話呢 只要你把這個連結給學生 OK 只要你把這個連結給學生的話呢 他呢 就可以上去填這個表單 好 這樣 這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 如果你已經有學生的E-mail的話 好 或是有呢 那個你要傳送的人的E-mail 你可以透過電子郵線 來傳送表單 OK 好 那你看他還很nice的呢 在這個地方給你一個 在電子郵件中簽入表 置入表單 也就是說 那個人如果收到你的E-mail的話 在他的E-mail 在你給他的E-mail裡面 就可以填 不用特別去點那個連結 他的E-mail裡面 就可以看到你這個表單 就可以看到你這個問卷 比如說呢 我們就來填一下 給這個 我們的老夥伴 入收接 來 好 OK 好 那你這邊的話 就可以把它寄出 那這個人的話 就會收到那個問卷 他就可以填 OK 好 那現在會有個問題就是說 像我們說你要收集學生的基本資料 你連他的E-mail都沒有 對不對 好 你連他的E-mail都沒有的時候 你怎麼給他填呢 好 那像我們剛才講說你可以呢 把這個連結 把這個連結呢 copy起來 好 然後呢 放在某個地方讓學生可以連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我們剛才還記得嗎 上一集我們講到說呢 我們可以用 縮短網址 Google縮短網址 Google縮短網址 Google.gl的這個服務啊 好 你呢 把這個很長的網址 把它 放上去 貼上 然後呢 按縮短 就給它變成這麼短 好 那變得那麼短的話 學生就可以直接呢 在他的平板也好 在他的電腦也好 把它打上去 好 然後就可以進到這個表單 好 好 那還記得嗎 QR code在哪裡 QR code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細節處啊 我們說呢 重要的 重要的秘密都是在細節的地方 好 所以你從這個 Details 點下去 好 Details點下去的話 我們是不是會看到這個 QR code 好 那還記得嗎 我們說把這個QR code 複製下來 然後呢 貼到你的Word檔 或者是貼到一個Google文件 然後把這個圖把它變大 變大 好 讓學生呢 在上課的時候 可以拿他的什麼 可以拿他的平板 或者是智慧型手機 直接掃描 就可以呢 進去那個表單填寫 好 好 那Google呢 的這個短網址 當然是蠻方便的 好 不過呢 其實他這個圖 還是有一點給他小小 好 所以呢 我每次都還會建議 例外一個 就是這個 qrcom9.com 這個 這個QR code的產生器 耶 好 因為他可以呢 產生 size還蠻大的 而且很清楚的東西 好 然後他的介面很簡單 你就在這個網址的地方 把呢 你要 要給的這個網址 把它貼上去 好 然後呢 這邊你可以設 尺寸 你可以給他射成什麼 射成XXL都沒關係啊 密度也可以射一下 好 比如說你喜歡他密一點 好 比如說你覺得呢 在那個 那個叫什麼 投影機打出來 應該要密一點 你就給他射密一點 這樣子 OK 好 然後呢你就按產生條碼 產生產生產生 你看 這麼大 好 那其實呢 這樣子的話 你如果要在課堂上面 把它呢 秀出來 其實就夠大啦 好 學生拿著他的那個 平板或者是智慧型手機呢 其實呢 要掃描呢 應該就很方便 好 那通常我都會讓學生 有兩個地方可以掃 也就是說 如果呢他在這個 教室投影機 投出來那個布幕上面呢 掃起來不OK的話呢 還可以在什麼 還可以到電腦這邊來掃 好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你要收集 一個班的同學的 全部的基本資料 你只要把這一個 條碼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在上課的時候 拿出他們手邊的工具來 立刻就可以掃描啊 然後呢 立刻就可以呢 回答這些所有的問題 而且呢 這個 這個表單的填寫的話呢 跟機器啊 跟那個機器是屬於誰的 並沒有關係啊 也就是說 如果 如果全班並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手機 或者是平板也沒有關係 A同學填完了之後 可以讓B同學繼續填 不會有問題的這樣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很簡單的講一下 表單的簡單製作 還有怎麼樣用表單來收集 學生的基本資料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下一集的話 可能就要來稍微講一下這個 所謂的製作線上測驗 還有呢 這個 得到學生的一個 讓學生可以得到即時的回饋 這個東西 這樣子 OK 不過我在那個之前的話呢 我希望各位老師 可以先把 這個部分把它練得熟悉一點 尤其是剛才講到的 Copy那個連結 然後做成QR Code 然後讓學生掃描 那個可以自己先玩一下 其實還蠻好玩的 尤其是掃QR Code 有一種非常高科技的感覺喔 OK 也可以讓你的學生玩一下 這樣子 好 那後續得到這些基本資料 要怎麼樣把它匯錄到你的通訊錄呢 我們呢 也會在另外一個地方 在另外一集裡面 然後我們再來解釋一下 OK 好 那所以呢 這一個 這一集的節目就到這裡為止 大家掰掰